圣诞大战刚刚过去 西甲又将迎来 备受期待的年终决战 西班牙人作为中国球迷的主队 自然是联赛关注度最高的球队 本轮比赛 吴磊将追随奔赴客场 挑战瓦伦西亚 目前西班牙人已经有长达14年 没有在客场击败过蝙蝠军团 主帅莫雷默肩上的压力非常大 就在开赛之前 在北京时间12月28日下午的5点钟 西班牙人官方宣布 球队内部有7人不慎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包括5位球员 这样的消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 绝对是巨大的打击 不过幸运的是 中国球员吴磊并没有感染新冠 这此前刚刚前往阿联酋独家 并且始终与家人待在一起 更何况他在去年已经有了新冠的确诊 因此在康复之后 他的体内已经产生抗体 如今他的身体始终保持着健康 也就是说 本场比赛 至少有5位西班牙人的球员 无法随对征战 与瓦伦西亚的年终大战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消息 但是对于吴磊来说 或许是上位的一个契机 在球队阵容深度大大缩水的情况之下 吴磊自然能够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 目前吴磊在西甲赛场已经遭遇了 长达564天的球荒 上一次破门还要追溯到 2020年6月16日 西班牙人主场面对阿拉维斯比赛 当时吴磊利用灵活的跑位反越位成功 冷静推射破门 他的进球最终也帮助球队2比0取胜 如今再回看这一例精彩的进球 仿佛还就在眼前 利好吴磊的是 瓦伦西亚是他在西甲赛场 非常喜欢的对手之一 自从加盟西班牙人以来 吴磊过往三次面对蝙蝠军团 全部获得首发机会 2019年11月2日 在西班牙人主场 吴磊在64分钟的时间里屡造威胁 送出八角成功传球 其中关键传球有三角 而2020年度主场对阵瓦伦 吴磊在开场12分钟时 曾获得绝佳得分量机 可惜他的报社稍稍高出衡量 可以看出 在面对瓦伦这个对手时 吴磊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兴奋的 再加上球队目前人员并不起整 因此莫雷诺也不得不选择信任吴磊 最近两次西甲联赛 西班牙人的状态起伏较大 先是主场4比3险胜莱万特 但是来到客场 又被塞尔塔3比1击败 本赛季西班牙人还没有在联赛中 取得客场胜利 如今西班牙人距离欧战资格区 还剩下6分 如果能够取胜 那么就能够将与巴萨的差距缩小到2分 对于吴磊来说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丢失信心 球荒对于前锋来说 是在正常不过的自然规律 要知道目前梅西在巴黎也遭遇了 五轮联赛不进球 并且本赛季在11次出场中 只打入一球 唯一的进球还要追溯到11月21日 更何况吴磊得到的机会远远不如梅西 作为中国足球的王牌 球迷也需要给予吴磊足够的耐心 相信凭借他的努力 进球迟早会到来